哈喽大家好我是Ryze要撑 打开腾讯视频首页搜索当然是少年 更多独家视频精彩花絮 等你来看 其余街头文化 极限运动的鼻祖 因为崇尚张力 勇敢 自由 备受青年人的追捧 成为Z世代时尚符号之一 自2020年东京奥运会起 滑板已被列为奥运会 正式比赛项目 当然是少年 姚春来了 我来找刘家明 刘家明 中国国家队职业滑手 公认的滑板天才 14岁时一战成名 创造了中国选手 在满持项目中的最佳战绩 身披荣耀的他 却也饱受着伤病的困扰 陆地上飞驰的少年 再次起飞吧 好 哈喽 等很久了 等他一会儿了 我是杰明 我摇撑 你会滑板的对吗 不会做动作 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你就 简单地教我一些基础吗 我觉得 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地 用你的基础来做一个小游戏 好 我们过一个障碍 好 你可以尝试地去过一下这些障碍 你可以慢一点 然后尝试的档板 像是这样 然后去越过它们 蛇行 也会脱 出来了 一 再次 哇 有点难啊 这个 来吧 是的 太快 至少你给我两个 慢点 完成 可以了 这个环境太热了 我换件衣服 终于穿得凉爽一点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稍微有点难度 叫做Hippie Jump 就是你的板穿过杆子的底下 然后远从杆子上面跳过去 我可以试一遍给你看 我来感受一下先 注意安全 它其实是稍微需要一点点速度的 我们试一遍 为什么要 又挺住了 最好是后脚起跳 我们试一遍 我感觉我应该可以的 为什么 跳的时候重心不要在前面 再一次 再一次 真细了 还非得踩一下 哇 我就不信了 我天哪 再试一遍 嘿 差一点 只要你敢站上去的话可能 这一遍 这一遍必须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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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可以真的可以了 对 所以你尝试了这么多次 我觉得如果换我要去尝试一个动作的话 用的是别人的滑板 没有自己的感觉的话 那我可能也做非常非常多次 也成功不了 因为你需要一块 属于你自己的滑板 那么我现在想带你去滑板店 送你一块滑板 送我呀 来吧 介绍一下给我们 因为我知道滑板有几种分类吗 这个小鱼板算是正常的尺寸 一般如果你不做动作的话 只是在公路上滑 是选择小鱼板 香蕉板 小鱼板 双翘板 长板 长板 对 就大概就四个分类 对 那进阶型的那种高手呢 我使用的是这一块 专业滑板就是你的这些轮子 或者是什么有自己的配置吗 一会我会给你介绍轮子 我们先选好版面 是 嗯 选版吧 选版 这老虎 对对对 这个老虎 这个黑猫 我觉得你太会调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个猫它叫Sober Child 是我去年我自己创造的第一个滑板品牌 你自己的要 对对对 我就要这个 他创造的 对 那我就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什么老虎 不要 不要刘嘉明牌 现在我要带你去选择你喜欢的沙纸 然后贴在板子正面 对对 我们往这边走吧 这个太帅了 谢谢 那就选轮子吗 还是先选 你选择你喜欢的轮子就好了 这个是稍微宽一点的 这个稍微安全一点是吧 对安全一点 那就这个安全点 如果你想要选择一款沙纸的话 是最好和你的版面是搭的 我有纯黑的吧 简单一点我想 我们来看一看小五 我这个水准 以好看为主吧 我觉得 我觉得就这个了 好吧 小丁只有长和短 轴承我们现在有三款 我就选这个吧 嗯 我们现在去那边 把滑板组装起来吧 行 搞得像带货的 带货节目了 对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摇身滑手套餐 滑手套餐 专业的 走吧 第一步我们首先来贴沙纸 最好玩的一个部分 每一个沙纸它是肯定会比板面宽的 对 然后把它这样刮出滑板的形状 我特别喜欢这一部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玩 下一部分你来 最安全 好暴力 上到了我跟你说 直接 OK 结束 我们现在最好玩的一部分来了 大概是从这儿 然后慢慢的往下刮 你可以来试一试 我 我怎么感觉我在锯板呢 我这个刀不好用 还是我的手不好用啊 但是没关系 就是自己切的 跪着也要走完 跪着也要走 对 如果你是这样去刮的话 不行不行 我这个割的太难看了 你帮我割一下吧 好吧 OK 行吧 还挺好的 我觉得 塞球钉 所以大概是在这儿 我们下一步是来装轴承 然后使劲把它压下去 我试一个 试一个 就是挺大 好了吗 可以了 我再上个这个螺丝 哇 你看 你看现在轮子还能不能转着动 大家看错误的示范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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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现在装板就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的工作我们交给电源 然后他可以帮我们把纱纸打理一下 还有把其他的都安装好 我们在旁边休息一下就好了 谢谢 感谢 这个你开始这个的契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从十一岁的时候开始 十一岁 对 直到我成为职业划手那一天 我都没有想到我是会成为职业划手 因为我就是喜欢他 我去划着他 我热爱他 我基本每天都划 我一放学我出去划板 嗯 对 那其实还是有努力的 主要你是喜欢这个东西你去做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完成它 去得到它 然后获得成就感 跟我认同 对 很多人说我在坚持 坚持玩滑板玩了这么久 我觉得我没有去坚持 我觉得你如果热爱一样东西 不存在坚持 不存在坚持 因为14年的时候 我去泰国代表中国队 比了一场亚洲沙滩运动会 然后那一次我是预赛第一 决赛的时候我发烧了 但是还是拿到第三名 那个时候就放了国歌你知道吗 就是在别人的国家 听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歌 我觉得那种 其实会感动到我 个人的荣誉 远远其实还是没有集体的荣誉那种 来的有那么直接 是的 其实我去年是我滑板 最低谷的一个时期 因为我去年特别倒霉 在一年之内我把我的后脚和前脚 都都崴脱就了 对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年一整年 我都在养伤的一个状态 我会害怕我的滑板会不会脱脚 板子还能不能操控好 有时候我做Oli下台阶的时候都会脱板 就是这个是导致我滑板极其不自信 就是你做最基本的动作你会脱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的伤还没有好 可能是因为我的肌肉 我记忆丢了 那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就很 我很害怕 很害怕 对 我会害怕我的滑板如果再一次 在我尝试一个大动作的时候脱脚了 然后再让我受一个重伤 那 没有想放弃还是想要再 就会放弃 放弃不是主动的 放弃是被动的 对于我来说 OK 这也很酷这句话 那我觉得那既然就 今天来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 我可以陪你去做一些挑战尝试 因为 就是相当于你的一个 打开那扇门的第一个钥匙 对 有点感动其实 就是没有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来帮助你去克服你的恐惧 就是 我是需要这样的帮助的 但是我身边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很亲切 对 这个 这个板应该装好了 我们叫店员拿过来看一看 小维 哇 哇 哇 中国滑板是现在才是真正的刚刚开始 因为咱们国家在推动滑板 在支持滑板 在建造滑板厂 我觉得滑板也教会了我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滑板教会了我 就是从小到大 从小就开始教会了我什么是毅力 所以这种精神也可以利用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上 我觉得 嗯 对 你就你做什么你都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 我觉得这个就是滑板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 毅力 哇 这个城管还是太热了 嗯 要不就玩点刺激了吗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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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当劳 谢谢 哇 来 色录音 都是你哥们 对 都是我平时一起玩好版的朋友们 嗨 姚春 谢谢 我要找我的幸运物 什么幸运物 哎 来了 这个就是我的幸运物 这是什么 麦辣机士 幸运 为什么 是因为 2011年的时候 不是参加了那场Nike City Jam的比赛吗 然后比赛前十分钟就到我要出场了 突然一阵巨饿 就是我跟我的分析精神说我特别饿 我感觉我比不了赛 然后出了场地门口就去麦辣老 我就去买了八个 麦辣机士 对 麦辣机士 然后吃了 把五分钟把它吃完了 然后再过五分钟开始上场了 我就问我的Manager 我说 我如果没有完成动作也没有关系 对吧 你是没有赢也没有关系 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做你想做的就好了 我蹦蹦蹦蹦 把所有我想成的全部都成了 所以可能麦辣机士救了我那一次的比赛 让我拿到第一名吧 真的吗 对 之后的每一次比赛我都吃 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给我带来幸运 所以我就一直在吃满的事情 我以后也吃了我跟你说 麦辣机士一入口 滑板永远不失手 好吧 我这个失做了不错 给我5分钟 这也太棒了 哈哈哈 麦辣机士已经吃了是不是 原来你做点 让我就是傻眼的好不好 让你惊喜一下 惊喜一下呗我觉得 拿出国家队的风范好吧 我就做几个我之前在比赛里面做的那几个动作 OKOKOK加油 他有点害怕的感觉 害怕 对 那就给你吃一个 你的幸运物麦辣鸡翅 麦辣鸡翅来一口 来了牛肉 走起来 来哥来讲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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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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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我看你我脚带不了板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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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这个还是挺难的吧哥 这个他刚才做的这个动作叫Vivocrat Vivocrat 对对对对对 相对Vivocrat什么那些动作要拿很多 然后这个也是职业滑手在比赛当中的标配动作 标配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在我脚踝没有受伤之前 我是每一次都成功 而且不管多大多大的扶手都可以 但是 我现在受伤了 我就会害怕我的脚踝发不了力 但我还是努力去克服它 我刚成了那个动作之后 我感觉 突然来了状态了 那来啊继续 我再来一别的吧 好 Soy Smith 好 在这里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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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做一个Francise Lip Slide 他刚刚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循序渐进的加大了难度 其实我做这些动作 这也是为了想要跟我14岁的时候的自己打一声招呼 来自10年后未来的我就是看这些动作还在 最后一个这是最难的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现在 没事 没事 我特别害怕这个动作 再来一次 OK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再一次 最难的一个还是最后一个 我特别害怕这个动作 我之前因为这个动作 抓得特别特别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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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95号就是这样子的 敢于去尝射 敢于去挑战 失败 那我站起来再试一次也没关系 我来自街头 其实我一直没有改变 从低谷爬起来可能只是一次尝试的距离 生活中总会有跌倒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勇气再次踏出那一步 我们就会拥有无限可能 我想我以后还是会继续一直one more try 不管是滑板还是任何事情 那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个这个你的可爱的Q版形象 OK 这个是我爷爷1930年的时候做的 到现在有90年 刺马光砸钢 你看这个小朋友跑太快了 那个辫子都跑直了 哇这个细节 我的天啊 这个就是之前说的那个20天做的 其实是一个原创的作品 所以构思化的很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搜索当然是少年 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微博台网微博综艺 感谢新浪新闻都狗输入法观众网克拉克拉中华万年利 淡讯引力资讯出卖超级新饭团 智联招聘备备菜厨房一点资讯有些娱乐潮流生态平台 Owatt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就是传承人的样子